哎呦 曲姐在这个油管上看到这么一个自媒体 说这个有个叫陈建啊 自称是张艺谋的大舅子 这个小舅子还是大舅子 爆料 这个看年龄呢 应该是比陈婷大一些 这个作为这个哥哥啊 爆料说什么呢 是当年呢 张艺谋骗睡了陈婷 陈婷当年还是没有这个成年呢 好像17岁就已经生孩子了 那就16岁就把他给睡了 那属于未成年是吧 如果再年轻点啊 再年轻两岁那就是属于强奸了 这曲姐啊 得说什么呢 曲姐不认识陈婷这个人 就这件事呢 曲姐不清楚 曲姐只能说的自己知道的 年轻时知道的事 曲姐年轻时接触过一个跳舞的 她呢 是从这个舞蹈的转为影视 她来做演员啊 然后呢 曲姐呢 因为工作关系 因为曲姐以前是做媒体的 因为工作有关系 接触这边女的啊 这女演员挺漂亮的 真挺漂亮的 嗯 他就说 在他们文工团呢 就流行一个说法什么呢 张艺谋啊 经常的借着选片来那个骗炮 那就公开说啊 就让她的副导演都公开说啊 就谁跟我帅啊 我就让我就捧谁红 那张艺谋这完全是骗炮 张艺谋啊 他呢 就是选这个演员呢 他也要看这演员本身的这个能力 本身是不是能适应这个角色 大多数啊 学舞蹈的这个孩子啊 学舞蹈的这个跳舞的呀 他是没有这个表演能力的 那有表演能力的 要的是什么呢 你得去这个专门的这个表演专业进修一下或学习一下 你才有可能从舞蹈转为影视 就突然呢 就是从这个舞蹈转为影视自己呢 基本上没什么红的啊 曲姐看得出啊 你这种专业演员和这种业余演员的这种差距还是不小的 能转成职业演员的那是凤毛麟角 非常少 一个是 在这种表演专业 专业学了四年五年的啊 另外一个呢 就什么呢 悟性特别高 本身他就适合干这个 比如说那个李小冉 他就属于这种 另一类 另类 属于天赋特别高 表演天赋高的 那这种是少数 然后呢 这个女演员就跟曲姐说呢 他就是骗炮 骗完了就就就就就 就拔点无情 拎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就谁都不认了 那个时候女孩子谁能声张呢 是吧 很多的就是被他骗了炮的 这女孩呢就 就飞啊 就他就认准这条路了 他就想哎呦 我我我靠着睡一睡啊 这个我就能够得到这种演出机会 其实这种 这种就说演 这种文艺圈的啊 那时候还叫文艺圈呢 这种风气啊 特别上 因为什么呢 女孩她不懂 说呢 就靠这个来获得这个演出机会呢 一个是显得人特别卑微 其次呢 你基本上你自己的演技啊 或者说你的背后的资源呢 或者说你的资本没有那么大的资本的时候 没人捧你的时候 没有大资本家大的资本注入你的时候 你是哄不起来的 你靠睡 没用的 这女演员也跟缺姐这么说 然后缺姐才知道 张一谋原来是有这样的劣迹斑斑 张一谋他就是一个老流氓啊 就是一个这个大号的这个骗炮渣男 这缺姐才知道 因为什么呢 缺姐本来啊 是在媒体上知道 他留下的形象就是一个朴实的老农民啊 老农兆 没想到还这么恶劣啊 但是呢 在以前那个文艺圈就这样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网络 不容易爆出他这种骗炮的这种 这种经历 现在就不容易了 现在随便那个啊 这个小网红抱抱你啊 你基本上你就身败名裂了 现在啊 就是说你要是特别有门气 你就要小心 小心做人了 因为现在这些男的啊 抱一下你 反正 反正你就没好果子吃 是吧 哪怕你的公关公司给你公关掉了 但是呢 你的这个名气是受到损失的 而且你钱要花钱的 你公关你请过公关公司 难道不花钱吗 公关公司也不过是跟媒体关系好 公关公司也要花钱啊 也是让这个媒体把这个什么热搜撤了 那都花多少钱呢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时代骗炮 尤其是有名气的人呢 你要小心 没名气呢 你在以前这个没有网络的时候 那就都被盖下来了 就是20年后现在被爆出 那缺姐就相信 这个陈婷肯定是在未成年的时候被张艺谋给偏袍了 百分之百的 因为缺姐早就耳闻呢 有这样的传闻呢 不是空袖来风有个陈箭突然爆出他 你看那些女的他都20年前的这些网绅都压在心里 因为什么呢 女的爆没人谢 男的爆可能就人谢 那缺姐给加一把柴火啊 缺姐就来 嗯 这个支持一下这陈建 陈建说的就是真的 哈哈哈哈 缺姐不怕张艺谋告 反正缺姐肉身翻墙啊 你说缺姐造谣也好我也怎么这好 那缺姐只能说 当年缺姐就听 就听到这样的耳闻了 就这样的传闻 你在这个圈子里就传遍了 你就是这种货色啊 你想告缺姐 那就来告吧 帮缺姐红一下也好